據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該名參與事件的29歲中國籍男子姜某 被以涉嫌毀壞財物 以及不尊敬禮拜場所等罪名逮捕 調查相關人士指出 姜某涉嫌與朋友共謀 在5月31日晚上9時55分至10時之間 在靖國神社的石柱上 以紅色噴漆寫上英文《Toilet》 犯下毀壞罪 涉案的一共有3人 其中一人噴漆一人拍攝 涂鴉在6月1日上午被路人發現 並向警方通報 相關影片隨後在中國的社群媒體流傳 3人中的2人在事發後 立即乘搭6月1日早上飛機逃回上海 姜某則繼續留在日本 在今日被逮捕 警視廳公安部 已對2名以同樣罪名出境的中國男子 發出逮捕令 目前正在調查中 事件發生後 日本外務大臣上川陽子 6月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以透過外交管道 向中共政府表達關切 所謂不尊敬禮拜場所罪 是指對佛堂、 墓地等宗教禮拜場所不經 最高可處6個月以下監禁 或是最高10萬元以下罰款 主要是因為 長官出身有關的 滑地人 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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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育